最近唐山烧烤店打人的案子引起舆论的轩然大波 全国愤怒 围绕着这件事情 上期我专门分析了 有坏人在舆论场上借此事挑动男女性别对立 而随着事件的发酵 以及行凶歹徒背景的曝光 现在大家的关注点转向了黑恶势力危害社会治安上 现在又一波轰轰烈烈的扫黑除恶行动又开始了 今天雷哥就给大家讲讲黑社会的故事 我曾经在评论区里看见过海外的天津老乡给我留言说 您是哪的大耍啊 这个大耍啊就是我们天津话 意思就是混社会的大流氓 其实各地对于这种人的叫法都不一样 但是啊在北方通常都是身上有纹身 穿个假范思哲记翻戏 带个大金链子留个小瓶头 手上再拿个LV的洗漱包 这就齐活了 这种混社会的慢慢凑成了小群体 还做上了比如放高利贷啊 夜总会啊 工程土方的生意 这种人八成就开始出现黑社会的倾向了 我在2007年前后啊 在家私企打工 当时有一个生意就是做铁矿石的加工厂子 这个厂子的位置就在唐山 现在啊大家一提到黑社会 从心里都是深恶痛绝的 但是在十几年前地下秩序的情况是非常普遍的 像70后80后应该多多少少都听说我有关大流氓黑社会的传说 我今天为了这期节目特地和我一个以前的朋友聊了一聊 他是做夜场生意的 咱们一点点说啊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朋友雷哥 先说说唐山 唐山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资源型工业型的城市 76年大地震之后 唐山化为了一片废墟 仅仅30多年的时间 一座现代化的新唐山就重新拔地而起了 整个唐山的产业 从煤炭开始拓展到钢铁水泥建材陶瓷 但是在地震之后的80年代 整个城市还在震后恢复过程中 当时可以容纳更多就业的产业还没形成呢 当年大批青年人失业再加上知青返城 全国的就业人数都暴增 根据不完全的统计 在1979年 当时我国待业青年的总数超过了2000万 当时的社会环境是非常乱的 在这些无所事事的年轻人里面 就有一些人开始去混社会了 然后穷途末路一发就不可收拾了 到了1983年 当时还只有一百万人口的唐山市 出现了六股穷凶极恶的犯罪团伙 这就是当时臭名昭著的菜刀帮 这帮人每个成员身上都背着一个军绿色的布包 里面放着一把大菜刀 这伙人经常因为各种事情互相泄斗火冰 对人民群众和社会秩序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最严重的时候 甚至霸占公路收钱 连中央来的官员视察都差点被他们拦住要钱 甚至在公交上还有军人被他们砍伤 但是别忘了 这里是中国 在老共的眼皮子底下 你敢干这事 这就属于皮眼八冠做死了 之后轰轰烈烈的严打就开始了 菜刀帮被一网打尽 五十多人被判死刑 在当时那个环境下 严打强烈的震慑了黑格势力 稳定了当时的社会环境 进入九十年代之后 全国开始以经济发展为核心 唐山靠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跟重工业体系 成了河北省的经济支柱 2007年国际铁矿石价格开始暴涨 当时唐山本地也有很多铁矿石的小加工厂 我当时所在的私企就投了一个 所以每个月我都得往唐山跑几趟 当年给我的感觉 就是当地的地头车势力很大 他们主要在各种产业的环节上发挥作用 比如说运输领域 就专门负责管运输车辆的 他会负责帮你联系车辆 上下打点 从中赚取一定的提成 到了钢铁厂 还有人负责帮你联系卸车的质量化验 联系具体的负责人疏通关系 这些人看上去可都是社会人的打扮 当时的整体环境就是那样的 这些混社会人靠着一些关系 盘踞在不同行业的关键节点上 无形中抬高了整个社会的成本 但是这一切都在十八大之后 有了明显的改善 这里面一个典型的事件 就是2017年唐山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当年被打掉的一个典型 就是黑老大杨某 这人被重判24年 整个团伙都被端了 这个黑社会团伙主要就是在 唐山的轮南地区七行霸市 搞了一个渔业协会 下面欺压渔民 中间强买强卖 上面勾结当地的公务人员 当时连同保护伞 以及涉及该案的公职人员 基层工作人员 一共63个人全部被罚办了 而这次唐山烧烤店的始作俑者 这个陈济智 他最早也是干海鲜鱼业批发的 但是他并没有赚到几个钱 自己唯一的一套房子 还因为民间借贷被拍卖了 还被限制了高消费 另外他还因为拖欠交通费用 拖欠银行的贷款 被列为了失信人员 和陈关系最近的那四个人 都属于没什么社会地位 可以被随意拆遣 如果放到黑社会的体系里 属于最底层的马仔 干的事也是要债打人等低端的工作 属于妥妥的社会小渣子 黑老大被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彻底清除之后 这些根本够不上扫黑除恶资格的底层小渣子 就觉得没有老大了 自己可牛了 黑恶势力这种事在任何国家都会有 关键看你是否持续的打击 冒头就给他摁下去 6月10号的晚上 江苏泰州有四个人 开着一样麦巴赫S480来到唐山 找到主犯陈济智和陈的两个好哥们 还有两个女性一块吃烧烤 江苏泰州来的这四个人 有三个曾经有犯罪记录 他们都因为赌博居中斗欧吸毒被判过刑 而他们主要的经济来源是地下赌场 所以由此推测 陈济智目前主要的收入来源 应该也是地下赌场 属于地下赌场的一个小分支 而今年夏天又是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 属于是地下赌场过年吃饺子的大神 这应该就是他们这次聚在一起的真实原因 黑社会的形态无非就几种 最底层的是抽拥 给失足妇女当鸡头 再往上就暴力讨债马仔 然后就是小赌场和夜总会的打手 还有走私的小弟 再往上是放贷款的 搞夜总会娱乐场所的 还有工程车队 水泥搅拌站 采矿采石 黑社会里最大的项目就是地下赌场 还有夜场 高利贷 甚至还有房地产 这些项目启动资金 一起步就是几千万 没资源没关系 你根本搞不起来 现在越来越多曾经混黑社会道上的 在中央一轮一轮的扫黑除了专项斗争中 都傻了 谁还敢说自己是混黑社会的 只要是之前没有案底的 都乖乖的做起正经生意了 再也不敢提以前混道上的事了 而唐山烧烤店那几个货 本来想靠着其他省份 地下赌场关系搞一笔大的 升级一下自己的段位 提升自己一下逼格 但是这帮人烂泥扶不上墙 夜里吃个烤串 你还想调戏妇女 调戏妇女不成 竟然还丧心病狂 出手打人 结果引起了全国的公愤 由于巨大的民意诉求 大陆又要开始新一轮的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了 而这几个打人的暴徒 必定被从众处理 他们直接为这次行动祭旗了 从以上事就能看出来 黑恶势力的存在 抬高了整个社会的成本 让法治无效化 让社会的公正扫地 咱们平心而论 全世界任何的地方 只要有人 人一多了 就会存在黑恶势力和地下秩序 这对于全世界的社会治理 都是一种挑战 这里核心的关键有两点 第一个是否能持续治理 第二个是否能打掉黑恶势力背后的保护伞 这次唐山暴露出来的问题 是继2017年严打后的余波 这说明唐山当年扫黑除恶行动里面 还有漏网之余 还有没拔干净的脏东西 这里有一个老百姓最深恶痛绝的事 就是唐山是否还有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在2018年落马的那个前市委书记叫张和 他扎根唐山37年了 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从这就能看出来 唐山的问题绝对不是一日之寒 这次烧烤垫打人的案子 直接放到了廊坊异地办理 其目的就为了防止出现本地干扰的情况 最高检这次两次出来发声说 危害国家安全严重的暴力 涉黑涉恶等犯罪 特别是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犯罪 都要当言则言 当捕则捕 依法追溯 从重打击 从公安部中纪委最高检先后出来发声都说明 中央对于维护社会安定是非常重视的 而中国的老百姓对于社会的安全 对于治安的要求同样是全世界可以说是最高的了 说实话 这事如果放国外根本就不叫个事 甚至连新闻都上不了 但是在中国就不行 如果连女性晚上出来吃个烧烤的自由都没有了 我们法治精神体现在哪呢 在中国晚上出门撸串是天赋人权 从专项行动开始后 各地晚上都开始对烧烤大排档 增加了值班巡逻 让大家吃的放心安心 从唐山爆出这件事之后 各种带节奏的都出来了 最开始是极端女权 然后各路境外媒体的中文版都开始炒作这件事 要抹黑中国的治安 说中国治安不行 而这里值得注意的事 境外媒体的英文版 似乎对这件事的兴趣就很小了 因为很简单的道理 外国人都清楚自己所在城市治安到底有多差 大幅报道中国治安的问题 他们不会有任何的感觉 所以这次网军的经费可能又白花了 关于这件事 我还特地和我一个多年做夜场生意的朋友聊聊 他说自从开始扫黑除了专项斗争之后 以前的那黑社会老大全都被抓了 甚至连金盆洗手十几年的退休黑老大也被抓进去了 现在谁还敢说自己是黑社会的 直接实名举报你 直接把你弄进去 那你真的是活得不耐烦了 不过他还说啊 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 以前如果出事了 或者是两伙人因为矛盾 事情要闹大 都是双方先提人 这叫盘盘盗 因为有黑老大的存在 所以盗上的事通常都盗上解决 但是现在谁都知道没有黑老大了 就造成一些底层的渣子 可能喝点酒就开始耍酒疯 觉得自己渴牛逼了 哎呀在这腰五喝六了 这些人里特别都是一些出入夜场的小年轻 有些人是真不懂事 但是和谐社会把他们一下给救了 这要是放在以前 绝对是要遭到社会的毒打了 我问他 那扫黑除了前后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吗 他说变化还是非常明显的 首先就是没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了 以前都得什么提人盘盗 现在什么都不用了 有惹事的直接就先报警 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公事公办 另外就是像以前盘踞黑道最多的生意 像是夜场工程运输之类的 现在都是规规矩矩做生意 有问题大家都学会拿起法律的武器 保护自己的利益了 不需要再搞地下秩序那一套了 大家都开始规规矩矩的做生意 没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了 听了这些事 我认为中国的社会治安环境背后是社会生态 而社会生态归根结底是政治生态的问题 在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面前 黑社会就是渣渣 保护伞都会被拔掉 老共说了保障人民生活的安全感 安定感始终是治国施政的第一要务 你想在中国搞黑社会 国外帮派那一套 等待你的只有社会主义的铁拳 等台湾解放之后 扫黑出额的铁拳也会来到台湾岛的 岛上的黑社会大哥们 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咱们下期再见